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巧克力先生是位于湖南省永州市的奇岩县 长冲村这么一个地方 我在这边又发现一个好我的 上次巧克力有拍摄一期插秧的视频 大家就是告诉我很多 他们那边已经进行了怎么怎么样插秧 今天我们在这边看到插秧的又不一样 在那边田里面有几位正在插秧的人 这个路是真烂 好滑呀 看一下 这个田里一共是有八位叔叔跟阿姨在插的秧 那边还有一台机子 这个是插秧街吗 怎么没见过 还有这边是秧田吗 这么小一株一株的 看起来不像 呀 这个是秧苗 这不是一样苗 这是什么苗 草吗 还种的四十方方的 这是样子呀 他们是撒在泥土上的 我已经弄懵了 不知道他们这个到底是不是在插秧 还是在插其他什么东西 阿姨你们这个是在插秧吗 是秧苗啊 你们这这一块大田插了有多久了呀 今天开始插的 今天开始插的 从上午几点钟开始插呀 直接插 早上八点钟 我不是这里的 四川的 就是做秧苗的时候怎么做的呀 为什么下面就是一层那个什么 那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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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秧苗的时候 是没在水田里面做吗 不是水田 干田 在干田里面做 那为什么不用水田做 它长得大一点 长得快一点 就是产这种品种 那这样插秧多累人啊 没有多少人种 就是因为太累了 然后干活的人 就会越来越少了呀 好吧 这种看着确实要麻烦很多 要一个严苗一个严苗的 从那个上面拔下来 奔好了 然后再一朵一朵的摘下去 好吧 巧克力要走了 他们这边呢是工人 一百块钱一天 然后包两餐 我看不懂它这个究竟跟 上次在江西看到的抛秧 那个秧苗 差别啊 到底在哪 都一样的是用稻谷 发出来的压 呃 据说这样插呢 它是会让量量场会高一些 但在我老家也是像这样子 一根一根的去插的 但我们也不像他们这样子分 就是从一块整块上面分下来 然后再来插 每个地方的都不一样吧 只能这样说 那哪个地方呢 更值得推崇呢 其实我还是比较注意江西的那种方式 没那么累人 那你们觉得呢 还有你们那边有 更加奇特的插秧方式吗 让我也长长见识 好吧 今天又学习了 接着出发